温柔包容的面相是什么样子 下巴是非常圆满的 下巴圆满通常我们都说是地格饱满 有时候你侧面看 这边还有一点双下巴 那这样的人看起来比较富泰 也比较福泰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塑身达人说的 我们在机场看到有钱的人 一定是长成这个样子 他的下巴是比较圆满的 这样的人温柔而且包容 重点是他的脾气比较好 为什么脾气比较好 第一个他一定是有一个基本的 比如说他有一个基本的收入 就像我们常说的 有钱人的家跟没有钱人的家 他对于错误的容错率是不一样的 一样打翻一杯牛奶 有钱人的家就说 好啦好啦 扫干净就好了 没关系 妈妈爱你 可是如果没有钱 就这一杯牛奶 我辛苦了一整天 你怎么可以打翻它 那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苏函老师 什么熟面相的人为了小孩 吃再多苦都愿意 好 既然为了小孩吃再多苦都愿意 代表你是一个内心非常有爱的妈妈 你是一个喜欢付出 甚至觉得照顾他们到成长 是你义无反顾的责任 所以我们来看看 以下哪一个有对到你们 其实刚刚我有发现 有一点你们三个权重 好 来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旺夫义子相 这个是鼻头有肉而且圆打 就是这个妈妈或者这个爸爸 要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鼻梁不能够太高 它鼻梁这边是有一点塌 可是鼻头是要有肉的 而且这个鼻头有肉 是要有气势的肉 不能是那种软软的肉 或者是上面长的那种很多痘痘 那种红糙鼻的肉 也不是 它那个是要有 就是你这样摸 它是要有点硬度的 那像这样子的肉 不是这样子的肉 这样的鼻头 它是一个有毅力的 也就是说它在面对困难 尤其是金钱上的困难的时候 它会觉得这个家庭我要担下来 所以我很愿意地去认真付出 我很愿意好好的去赚钱 譬如说像淋雨的爸爸妈妈 可能就是鼻头有肉 我妈妈就是这样子的鼻 妈妈就是这样 我妈妈就是这样 很符合意识 就是这样 它鼻子就真的是有肉 然后一定是比较坚硬的那种肉 我们都说这个叫有用的肉 好 那像这样子的 这样听起来 这面相也不是很 面相也是很辛苦的 对 其实是辛苦的 因为我刚刚有强调 它不能有太高的鼻梁 因为有太高鼻梁代表它很有组件 那低一点的鼻梁代表 我愿意配合 所以她妈妈就会愿意配合 爸爸去创业这件事情 就在这段期间之内 我是付出的 我是担心家庭 没有关系 所以妈妈一定就有符合到这样子 所以忘夫义子嘛 我忘了我的老公 也帮了我的小孩 所以她就会是一个 非常愿意吃苦的妈妈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温柔包容 好 温柔包容的面相是什么样子 下巴是非常圆满的 下巴圆满 通常我们都说是地格饱满 有时候你侧面看 这边还有一点双下巴 那这样的人看起来比较富态 也比较福态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寿生达人说的 我们在机场看到 比较有钱的人 一定是长成这个样子 他的下巴是比较圆满的 这样的人呢 温柔而且包容 重点是他的脾气比较好 为什么脾气比较好 第一个 他一定是有一个基本的 比如说他有一个基本的收入 就像我们常说的 有钱人的家跟没有钱人的家 他对于错误的容错率是不一样的 一样打翻一杯牛奶 有钱人的家就说 好啦好啦 扫干净就好了 没关系 妈妈爱你 可是如果没有钱 就这一杯牛奶 我辛苦了一整天 你怎么可以打翻它 那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下巴圆满的妈妈 可能就是前面这一个 好啦好啦 我们擦好就好了 因为他有这样的后盾 来帮他做经济实力的掩盖 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跟子女的相处 也会比较融洽 因为他比较能够把子女的缺点 看成优点 就是他可能数学不好 可是没关系啊 我送你到音乐班去发展 你钢琴弹得很好 那很棒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优点缺点分开来看 我们都一样爱这个孩子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其实我觉得 对面这三位全重 以家为重 就是呢 颧骨饱满 脸色是比较红润的 而且脸型 不是那种三个六条 不是那种 看起来这边凹那边凹 他的脸型是好看的 那颧骨饱满 脸圆而且红润的 他以家为重 重点是他一心一意的 就是希望这个家更好 就像林允刚说的 我去洗碗 是不是希望这个家更好 那像你说的 我们咪咪说的 我们这样子 哇 忙了一堆 是不是很希望家更好 那这个说声答案 就更不用说了 我这么认真的赚钱 就是希望这个家更好 所以其实对面 这三位全重 就是因为 你希望这个家更好 所以我一心一意的付出 最重要的是啊 你对子女的要求 都很难说不为 就是 就是你们还蛮容易被 不是被情绪勒索 就是还蛮容易说 别人有 那我也要有 那好吧 就蛮容易跟小孩妥协的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面的妈妈 有对到 那这个时候 你就这样思考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蛮容易 被小孩子 不管是情绪勒索 或是物质说 妈妈她有葫芦糖 所以我也要一个 你想一想说 好吧 那既然这样 那我也买一个给你好了 好 那我们来再看一个 聪明型的妈妈 好 聪明型的妈妈 我们说她是有福之人 她的特色呢 来看一下你的大拇指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凤眼纹 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 看起来像有一个眼睛在那里 我有 有 都有 对不对 大家都有 这个呢 比较容易把吃苦当成吃补 因为你是聪明地运用你的脑袋 来照顾孩子的人 好 这个呢 有的时候有叫凤眼纹 也有人叫她夫子眼 这样的人呢 也是一个望夫新家 而且重点是 这个人很能够找钱 什么叫找钱 哪里可以赚钱 我就哪里去 因为我很聪明 我可以闻得到钱的味道 那么当我在努力赚钱的当下 是不是我就把这个家也撑起来了 那为了要赚钱 我是不是也得辛苦一点 所以呢 也代表就是说 为了小孩吃再多的苦我都愿意 因为我就是希望这个家 能够因为我而发达起来 那么希望电视机前面 不管爸爸或妈妈 你们都有中奖哦 钟老师 钟老师事业是很成功的硕身达人 说可是你也是单亲妈妈 为了顾好事业 你现在有一点后悔说 当年没有把女儿教好 因为我只养一个小孩 所以我是全心全意地 在照顾这个小孩 那我希望说 以前我们很穷嘛 那我发现 我常常到那个坐飞机出去 我发现那个人穷的脸像 跟有钱人的脸像完全不一样 你说你出国玩的时候 不是不是 因为我常常出国那时候工作 常常会搭飞机 贴出很多人 对 然后我像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 我会看晶晶出入的人 而且那个年代出国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发现到说 为什么有钱人的脸像 跟我们以前家乡的那种脸像 都不一样 我会觉得 我的小孩我一定要富养 就是说让把它 怎样富一样 你看到怎样富一样 其实一个人如果说很没钱的时候 他会担心很多 气场不一样 对 然后他的脸像会有贫穷像 真的会贫穷像就很那个 对 然后比较暗沉 然后有一个黑的光影这样子 还好不是融在印堂 黑黑的 对 这感觉就 黑黑的 感觉你会觉得说这个小孩是有钱人或没钱人 其实看得出来 那有钱人就不一样 他那种是完全都做了什么事情 做错什么事情 就是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还有人会去帮他收拾 然后如果没钱的人 你看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 小心翼翼的 对 然后他会看别人的脸色 他会看别人的脸色 看我这样做对不对 会不会被骂什么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说 我的小孩我一定要富养 结果富养的结果呢 那数字都不懂 因为我给他读音乐班 怎么样不行 就是说我要把他养成说他能够独立生活 妈妈不在他也可以过得很好 那我就想说 那我应该要让他独立 然后我就想说 你自己去银行 自己搭飞机 自己做什么 然后去学营业的时候 不是要拿钱去吗 他永远都算错 所以有一次 你为了培养他独立的个性 你先到日本 然后让他后面自己搭飞机去跟上 希望培养他 能够有一次 自己面对所有过程的经验 对 结果那次 去美国 然后我想说有他 我女儿也大了 我想说全部都由他处理 然后去的时候就跟他去 回来我想要跟他回来 然后他竟然把时间看错了 今天的时间 他看成明天的时间 还带我们去吃 吃那个什么早午餐 后来他想说 我老婆打电话来说 你们应该去搭飞机了 为什么你们还在这里 完全 他说我们是明天的飞机 那我老公说不对 我明天早上要去接你 所以你不可能明天的飞机 然后叫他赶快炒 他说没错 一副不成了 后来他老公说不对 他是错的 因为他数字非常不好 之前他们就有放过错 也是 所以他数字就很差 然后去银行拿七万块给他 我说你去存钱 让他独立 那时候还小学 然后去的时候他跟他说 这是七十万 对方想说 因为小孩子不会撒谎 对方也OK 算完之后说这是七万块 他打电话给我 妈妈 这是七万不是七十万 我说我从头到尾就跟你说七万 我没有说七十万 七万跟七十万很差 那庄老师说 庄老师最厉害的就是他会计算账 跟做事 你觉得这一点都没有遗传到你 真的没有 然后我真的让他学会计 不是多一个零就少一个零 你知道多一个零跟少一个零 是很严重的事 对 没有关系 身材有遗传到你就好了 对 叶玫有没有算你这么细 我跟你讲 年轻的时候有 现在养了两个小孩之后没有 就跟他们一样忙翻了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调杂格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